2019年8月31日晚 港鐵、太子站和旺角站發生暴力衝突 施加更四年 警方經徵詢法律意見後 星期一落案起訴 年齡介乎21至39歲的14男二女 涉嫌這五條罪名 全部人獲准保釋外出 星期三到九龍城裁判法院應訊 同案的另外六個男人涉嫌非法集結、暴動 或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罪成 早前分別在區域法院被判監八個月至五年半 或判入奴教中心 警方說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 或犯法不需要承擔責任 會按照證據和案件的實際情況依法處理